以一個創業家來講 我覺得他是一個情緒管理非常好的人 他其實會把非常多的開心 留給我們所有的夥伴 但是很多的責任跟情緒的部分 他會自己承擔起來 那我認為他在創業圈來講 他是一位非常特別 而且也非常照顧夥伴的領導者 那我覺得先辱方的理念 就是希望可以提供一個更好的環境 那讓台灣這些弱農戶真的有心要把這些好牛 這種好的牛奶就帶給這些消費者的 幫助讓台灣的鮮奶可以變得更好 當初在他開始做現容房這件事之前 他其實就非常非常久的時間 他就開始上各種類似像創業的課程 那其實這件事情是對於一個 原本是大動物收益師的他來講 我覺得是一件非常非常獨特 而且非常用心 其實從最一開始我並不是為了創業的創業 我只是想要改變一些事情 或是落實一些想法 在這五六年的過程當中 後來就陸陸續續包含一些實安事件 或是有一些錯誤的一些牛奶相關的報導等等 就累積起來讓我去思考說 到底要怎麼樣完整去解決這件事情 一直到後來這個 實際上參與一些課程之後 才慢慢把這些想法去落實說 到底要怎麼樣去解決這樣的一個方案 對我來說我覺得AlphaCamp是新的開始的一個起點 我當初有很多的idea然後很多的想法 但都沒有實際去落實 但是進到AlphaCamp之後 學習的這些東西然後變成一個養分 然後有一個小小團隊 然後大家從這邊開始 變成一個比較實務上的創業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開始 我們想要用非典型的方式去突破現在這個牛奶產業 它不定只有交給三個乳冰糖的選擇 可以讓不同產業之間都多一個不同的選項 每個人都可以獲得自己想到的東西 那在這個不同的課程裡面 每個人最後感受到的我相信都會不太一樣 不用感受到的 我們想要用來擁有什麼的 並且不然不然有什麼的 我們想要去抽到一個竹子 還要緊急著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